1月18日是郭德纲的生日 而今年的生日跟以往又有些不同 那就是今年的生日恰逢天津卫视德云社相声春晚录制 在节目现场 节目组和众弟子给郭德纲现场唱生日歌 这个生日可能是郭德纲度过的最具有纪念意义的一个生日了 毕竟有这么多人参与的生日还是头一遭 郭德纲生日恰逢相声春晚录制现场 德云社相声春晚这已经是第二年举办了 去年的第一届举办的异常的成功 而今年参演者更是破了记录 从露出的名单上可以知晓 参演的相声人员达到了58位之多 郭德纲的云 鹤 酒 萧中 有头有脸的徒弟都来到了天津 另外于谦的徒弟 高峰的徒弟 以及岳云鹏 阮云平的徒弟 也都来到了节目的演出现场 祖孙三代传了这样的一台相声晚会 自然是备受期待 另外从名单上还知道 天津本土的相声名家 马志明 杨绍华 田丽和 魏文亮等人也会参加 这场演出规模堪称宏达 郭德纲在这样的节目现场能够过生日 也是感慨万千 现场众人唱生日歌 郭德纲自然是喜不自惊 从现场的图片可知 郭班主数度激动的用手擦拭眼泪 看得出来班主很感动 节目以外 郭德纲的徒子徒孙 也在微博上纷纷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岳云鹏的发文是 师父生日快乐永远爱您 烧饼的发文是 师父生日快乐PS 赶飞机连张合影都没来得及拍 曹赫阳的发文是 祝我最亲爱的师父生日快乐爱您爱您 孟赫堂的发文是 桃李不言夏字成熙 天涯海角有近处 师恩绵绵无绝期 无辈定不忘师恩浩荡 师父生日快乐 这里面有一个人也发文庆祝 只不过网友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向事演员谢金发文 哥祝您生日快乐 愿您幸福安康 感恩遇见您 感恩成为德云社议员 爱您 网友看到之后纷纷表示 在一众师父群里 你这声歌掺水了 喊歌都是自降一辈 更有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人说 大胆点叫侄子 感谢您的阅读 如果觉得本篇文章对你来说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和收藏哦 你这种人说我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人说 我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人说